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理想结婚对象还选三高男,日本最新一项女性择偶标准调查发现三游男备受欢迎,这是指对家人好,帮忙带娃做家务,不出轨以及帮家里省钱的男性。 日经中文网报道,日本大型信用卡公司JCV对一千名二十至三十九岁职业女性进行影响选择什么样的人结婚,调查发现过去流行的三高已经不再受欢迎,取而代之是较为踏实的条件。 根据调查,最多女性选择帮忙带娃做家务的人占了五十三,百分之七接着医学室不出轨只对自己好四十二,百分之一努力工作的人三十二,百分之二说话幽默的人二十七,百分之六节俭帮家里省钱的人二十四,百分之八。 至于三高条件,高收入的人排在第七名,仅十六。 百分之四,高个子的人下滑到第十三位,仅六。 百分之五,高学历的人更是所有选项中垫底,仅占四。 百分之三,排名第十六位。 报道指出,如今日本女性更钟爱能够携手组建家庭,踏踏实实长期过日子的男性。 这也是日本女性节俭意识增强的一种体现。 2018年当今女性节俭意识调查显示,有81%受访者回答希望每个月节省生活费。 但擅长省钱的女性仅占四成,不擅长省钱的女性较多。 而日本女性似乎会要求丈夫当忙一起省钱。 那么多次剧下的工程度是金字牌语言。 还是对方 Hide.